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借款人 贷款计划和收入是何种关系 选择提早还贷是否有罚款 根据您的每个月的负债和收入的一个比率 来决定要不要批准您这个贷款的申请 本期安家纽约 贷款专员为您详解各类贷款计划 让您一目了然 轻松选择适合您的贷款 王慧 您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之前我们有一些节目介绍过贷款 教民众怎么样做好贷款的准备 怎么样让自己的贷款更加的顺利 今天这一期我们也来谈谈贷款有几种类型 适合哪些人去申请不同的贷款 所以我想先问一下贷款总共分成几大类 从这个大的方面来讲 就是固定利率贷款和浮动利率贷款 固定利率贷款在整个贷款期限之中 您的利率是不会改变的 那也不管市场怎么变化都对您没有任何影响 浮动利率贷款在贷款的前几年利率是固定的 但是之后利率会随着市场波动 那您每个月的还款金额也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主要是分为固定利率贷款和浮动利率贷款 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民众可能最熟悉的就是15年期和30年期的固定利率 对不对 所以这个15年期和30年期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这两种都是最常见的 从字面上来看就是贷款期限不一样 那银行给你一个15年期的贷款 它在帮你做计划的时候呢 是假定你在第15年的年末 才还清楚所有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那么30年期的贷款呢 是假设您在第30年末才还清所有的本金和利息 那因为30年的期限更长 银行面对的风险更大 所以同一时期30年的贷款会比15年的贷款利率更高 那像最近吧 30年的贷款利率是在3.75左右 那15年的利率才在3%左右 所以这个利率还是差别蛮大的 对不对 如果是算成每个月的还款额来说的话 这个区别就看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15年期 虽然利率很低 但是因为要在15年之间就要还清 所以打到每个月来说的话 它到底会比30年期 每个月的还款额会多多少 这个我们可以用30万的贷款来做一个例子 比如说您去银行申请一个30万的贷款 如果您选择了30年这个计划 3.75%的利率的话 您每个月的还款本金和利息 大概是在1400块钱左右 那如果您选择的是15年呢 那么您的每月还款金额 大概是在2100块钱左右 15年期的每个月 实际上就要多付了700多块钱 对不对 但是如果就像你讲的 如果它在15年就全部还完的话 那连本代息的所有的这个钱 实际上又会比30年期的 这个要少很多 那是当然了 因为这个您欠银行的期限比较短 然后利息比较低 还是以刚才那个30万的贷款为例 如果您真的是在15年年末才还清这个贷款呢 那15年的本金加利息 大概是37万8千左右 37万8千左右 那就相当于利息部分是7万多左右 对对 那如果是30年的贷款呢 那么30年您才还清所有的本息 一共您可能是本金加利息 应该是在50万4千左右 50万4千左右 所以利息的部分就占了20多万 对 相差了大概是12万多这样子 相当于12万左右 所以那到底民众要怎么样选择呢 到底是选择15年期和选择30年期 是不是民众只是看利率的高低 和自己的还款能力 就可以选择我要15年期和30年期 对 当然这个对于银行来说 它要控制风险 它是要看您的收入情况 所以这个您怎么选择贷款计划 这个收入也是蛮重要的一部分 贷款的审批人员 他会根据您的每个月的负债和收入的 一个比率来决定要不要批准您 这个贷款的申请 那一般来说负债是包括 这个每个月的本金加利息 房子的低税保险 还有如果您有学生贷款 车贷款每个月的还款 还有您的信用卡 每个月的还款是多少 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 除以您的收入不能超过50% 然后才能够得到这个贷款 那如果以刚才那个例子来看呢 比如说您选择15年的贷款 每个月的还款是2100块钱 然后您其他的所有的负债 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 这样子您每个月的总负债 3100块钱 那您需要达到6200块钱的月收入 才能拿到一个30万的贷款 好 所以这和收入有关 您该先举了一个15年期的固定的利率 因为他所有的负债加在一块 是3100块钱 所以他的收入的要求 就是每个月必须是6200块钱以上 对对对 他才可以申请到一个15年期的 这样的一个30万的贷款 对对对 好 那如果说这个人的收入达不到 每个月收入达不到6200 那是不是他更适合申请30年期的 这样一个贷款 因为每个月的 它的供款额就会低一点 对非常有可能 那如果是申请一个30年的贷款 因为您的每个月的本金和利息 还款是1400 然后加上其他的债务1000块 总的债务就是2400 那么这样您只需要每个月的收入 不少4800块钱 就能拿到一个30万的贷款了 对所以30年期来说的话 每个月的这个整个它的收入 只要4800就可以了 所以确实来讲 你申请15年期的固定 还是30年期的固定 不仅是你本人要选择利率低 还是利率高 对 而主要还是你的收入 才能决定说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贷款计划 对 那所以分别这两种的贷款的计划 适合哪一些不同的人 一般来说呢 第一次买房的客人都会选择 30年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因为可能没有借过那么多钱 并不想每个月还那么多 心理压力感觉比较大 那选择30年因为毕竟月工 也会少一点嘛 另外也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客人他可能还会再买第二套房 第三套房作为投资 然后那时候需要再次贷款 选择30年就为以后贷款 留下比较大一点的贷款空间 另外也有很多 比如说买房投资 用来出租的客人 因为30年的贷款 比较容易这个收入 租金收入比较容易cover 他的房子的支出 这样不太容易给客人带来 额外的这个财务负担 对 很多人买房 可能真的是出租的用途 他可能就会这样去计算 说我租金收回来 比如说是1500块钱 那么我每个月的mortgage 或者维持房屋的一个费用 基本上也是在1500 要打平 对 基本上打平就可以了 我不用再把自己的钱 再往里面贴 是 是这样子 那所以30年期 因为每个月的还款额不是太高 也不想再往里面贴钱的话 可能选择30年期的 对 会比较多 好 那选择15年期的 这种固定利率贷款的 又是哪些人呢 那最适合15年的 那肯定就是工作稳定 收入高 然后债务比较少 每个月的还款能力比较强 这么一些客人 然后也有一些客人 他在心理上 并不想欠银行太久 不想还那么多的利息 那对自己挣钱 或者储蓄的能力很有庆心 想尽早把它还清 这么一些客人 对 因为15年期 就是你的年限比较短 对不对 你比较早的就把这个债给还掉了 而且最终来说的话 银行也不会赚你太多的利息 对不对 我们该算了一下 这个利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就我的经验来看 总体来说 那肯定还是选择30年的是绝大多数了 总体来说呢 30年的这个计划 它更灵活一点 其实银行在不管是给你30年 还是15年的贷款 都只是帮你做一个贷款的计划 在这个贷款期间 任何时候你多付 或者是提前付清 都是没有任何的罚款的 30年听起来利率会更高一点 然后给银行的利息也多 但实际上大多数华人 并不会真正的在30年之后 才能够还清这个贷款的本息 那任何时候你的收入增加了 手上的资金付入了 都可以把这个余钱放进去 减少贷款的本金 然后缩短整个贷款期限 所以这样子来算起来 其实你的利息并没有多付很多 我们该举一个例子 是每个月要往银行里面 还1400块钱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的收入提高了 你这个月 你愿意放进去2000块钱 银行是没意见的 那当然可以 因为你多出来的600块钱 就是把你欠的本金再补上了 对不对 因为你本金还得越来越多 你的利息也就会越来越少 对 你还款的期限就会往前面提钱 对 对不对 你这样子来讲的话 利息就减少了很多 而且会提钱 就把这个贷款给还掉了 是 但是一旦你如果经济又不行了 你又想回到每个月 只付1400也可以 你可以多付 但是不能少于1400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的 对 所以这个确实来讲 30年期就比15年期要 怎么讲灵活多了 对 对不对 压力要小很多 压力要小很多 但是会不会有些民众 就是到你那儿去贷款的时候 一定强调说 我一定要15年期的贷款 因为15年期贷款利率就低嘛 对不对 这种还的钱就比较少 而且他也认为自己有能力 可以把这个每个月的钱还上 是有这么一些客人了 比如说曾经也有一个客人跟我讲 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做成15年的 因为我刚刚有一个朋友 他也贷款 他是15年的 那如果我只能贷到30年 我都觉得好像不好意思 就是我比别人多拿高了利率了 对 然后这个客人呢 当时也是费了好大劲 然后凑了一些首付 把这个15年的贷款拿下来 但是过了一两年之后呢 他又想买一套投资房 那个时候还需要贷款 但是因为15年的贷款 月付比较多嘛 所以他那个投资房呢 贷款金额就贷不到 他所期望的那么多 因为他的收入达不到 对 收入还是比较紧 那后来他只好想办法 再花了一点时间 又多花了一点费用 然后回过头来 把原来那个房子 做重新贷款改成了30年 然后拿到这个投资房的贷款 是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 这个买房的计划 特别是长远的计划 来选择不同的贷款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之前是讲了 这个固定利率的贷款 是怎么使用的 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那么浮动利率 其实又是一个范畴 你们也有很多的学问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呢 我们继续的聊 购房贷款计划 如何选 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 各有什么特点 15年期和30年期 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借款人 贷款计划和收入是何种关系 选择提早还贷 是否有罚款 根据您的每个月的负债 和收入的一个比率 来决定要不要批准 您这个贷款的申请 本期安家纽约 贷款专员为您详解 各类贷款计划 让您一目了然 轻松选择适合您的贷款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谈谈 如何选择不同的贷款计划 王辉 我们在上半段已经讲了 这个固定利率的贷款计划 那下面我们就要谈谈 这个浮动利率了 所以浮动利率的贷款 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什么叫浮动利率的贷款 浮动利率的贷款 总的来说呢 就是在贷款期限的前几年 这个利率是固定的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利率会跟着市场波动 每年进行调整一次 然后那你每个月的贷款金额 也是会调整 相应的调整 对 所以浮动利率来讲 也是分成不同的种类 对 根据你前面的固定利率 它会固定多少年 我们比较常见的是 五年的浮动和七年的浮动 也就是经常您会看到一些报纸 然后网站上写着 五一arm 七一arm 就是这个意思 一般来说浮动利率的期限 它都是假设您30年 才还清除整个贷款的 本金和利息 所以就是它跟30年固定 是比较接近的 期限是30年 唯一不同的就是在前几年利率固定 而30年是利率一直固定 好 所以基本上来讲浮动利率 就是前面五年是固定的 后面的25年是浮动的 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前面七年利率是固定的 后面这个23年的利率是浮动的 对 对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 是不是利率也有一些差别 五年arm和七年arm的利率 对 就是在同一个时期 那么浮动利率 肯定会比这个固定利率 要低一些 一般来说 五年的浮动 又比七年的浮动 大概要低0.125到0.25这样子 好 所以以目前来说的话 五年的浮动的利率 前面固定的是多少 目前来说应该是在2.875左右 2.875 对 那七年的浮动呢 七年在3% 3% 所以都会比我们之前讲的 固定利率都要低很多 对 对 对 五年又会比七年要更低 是 那所以如果我的条件允许的话 那我都去申请这个五年的浮动利率了 因为我可以在前五年 拿到最最最低的利率嘛 对不对 是 这样子 但是这个也有一个trick在里面 因为这个五年 如果您是申请五年浮动的话呢 贷款的审批人员 他来计算你的债务的时候 他并不是用这个2.875的初始利率 他会在这上面加上2% 也就是用4.875的利率 来计算您的债务 假设还是借款30万吧 然后这个借款人员 像刚才我们假设的一样 有其他的债务 1000块钱一个月 那如果您选择的是五年浮动呢 我们会用4.875的利率 来算这个本金和利息 那么一个月大概是在1588块钱 再加上1000块钱的别的债务 那么总的负债应该是在2588 那么对您的收入要求是 每个月不低于5176 这是讲五年的浮动利率 那么7年的浮动利率 你该讲现在目前是3% 对 那它在计算你的负债额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加上两个百分点呢 目前来说我们就是用3% 来计算这个负债额 所以就会相对收入的要求 较低一点 所以五年的浮动利率的 对收入的要求 实际上是比7年的浮动利率的 收入要求要高很多 对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虽然五年的浮动利率 利率非常的低 但是对收入的要求很高 对 所以浮动利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经过了这个固定利率的期限以后 后面的20多年 这个利率都是随着市场在变化的 所以这个变化是不是也会往下走 也会往上升 这样一个趋势 基本上就是只会往上调整 应该这么讲 所以利率只会往上涨的 对 不可能往下再走的 是 好 那所以这个涨势是不是 我们没办法预测的 因为 因为我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如果我现在拿到一个2.875 也许过了五年以后 你给我涨到8 涨到10 那那时候不是我钱付的要更多了吗 对于借款人来说 虽然利率只会往上调 但是并不是没有止境地往上调 在比如说云南银行 说我要做一个浮动贷款的时候 那贷款专人 他会告诉你这个利率 比如说您申请一个7年的浮动 他会告诉你 这个利率的上调是会有上限的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7年 它的上限就是525 第一年调整不能超过5% 以后每年调整不能超过2% 终生的调整也不能超过5% 所以它确实是有一个cap 有一个上限的 所以说就是过了7年以后 到第8年的时候 你的利率不能加上去加5% 对不对 你刚才讲的7年是3%的利率 那如果到第8年的话 你最高只能加到8%的利率 对 不管当时市场的利率 就算是10%或者超过10% 那么你的利率也就是8% 对 好 你刚才讲的第二个是2 是以后就8年以后 第9年以后 如果再上涨的话 每一年不能再加2% 对 但是就在刚才那个例子里面 因为你第一年的调整 已经调整了5% 把终身的cap也已经用掉了 所以就是那也就是 不可能再往上调2%了 也还就是8% 对 那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 那就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7年期的固定利率 如果现在是3的话 你今后再是怎么调 怎么涨 永远不会超过8% 对 最高就是8% 对 好 这是讲到7年的浮动利率 那5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一个525的这种法则呢 5年有525 现在比较常见的 也是有一种叫225 就第一年调整 不过超过2% 然后以后来讲 每一年调整不超过2% 终身不能超过5% 是 叫做225的法则 对 225好像听起来 比525更好一点 是是是 对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民众这种担忧 可能就会减少了 因为起码来讲 会有一个上限的一个限制 对不对 是是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浮动利率 我想它设计出来 也是给某一些贷款人 他刚好需求这样一个贷款 觉得特别符合他 所以这样子浮动利率的贷款 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借款人呢 我觉得有几种借款人 是比较适合选择这个浮动利率 比如说第一种 目前收入偏低 但是可能过几年之后 他对自己这个收入增长 特别有信心 觉得有比较可以预期的 收入的增加 这样的客人 还有一类人 比如说这个客人 他是想短期投资炒房 那么我把这个房子 持有几年之后 我肯定会把它卖掉 转手这样子的客人 也比较适合选择这个浮动利率 还有第三类客人 比如说现在 我自己的收入不够 单独贷款买房 我需要我的家人 或者是亲戚朋友 帮我做一个担保 然后一起把这个房子带下来 那么过几年之后 我觉得我的收入 可能会有所增长 然后我再把它们 我再做一个重新贷款 把他们的名字 从这个目前的贷款上拿走 如果一个人 今天对整个的这个固定利率 和浮动利率 他都没有太多的概念 他到银行里面去 向你申请这个贷款的话 你会建议他是用 固定利率贷款 还是建议他用浮动利率贷款 我觉得有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准则 就是您看当前的这个市场利率 比如说最近几年 这个利率一直是在低位徘徊 那么这个时候选择固定利率的客人 肯定会比较多 那他想在这个历史低点 把这个利率固定下来 以后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那如果是在市场利率 比较高的时候 客人可能会想 那过几年这个利率 是不是肯定会往下走呢 那我先做一个浮动利率的贷款 过几年再做一个重新贷款好了 这个时候 把这个利率再降下来 对 再降下来 对 所以王辉你解释得 非常的清楚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一些观众 有他们自己特殊的问题 所以我们进入今天的 你问我的 那第一个问题问的是 我是一名自雇人士 那如果我要去申请 房屋贷款的话 我要提供哪些材料 你们是怎么样判断 我的这个贷款的条件 总的来说自雇人士的贷款 会比拿固定工资的雇员 要复杂一点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自雇人士 他的收入是哪一种类型 是W2 1099还是K1 如果是1099呢 银行至少要求 看两年的报税记录 如果是W2或者是K1呢 最近这个要求 稍稍有所放松 可以只提供 最近一年的报税记录 自雇人士一般可能拿的 比较偏多的 都是1099的这个收入 所以1099的收入来说的话 你是看1099表上面的 哪一个收入 是看净收入 还是它总的一个收入 我们都是用这个净收入 来计算的 比如说你这个1099上 总的数字10万块 但是扣除各种 底税项之后 剩下4万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 4万的净收入 来计算你这个债务比率 对 那如果是开公司的人呢 他有一个公司 开公司的人 这个就看他这个公司 是不是单独报税 如果公司还有公司报税的话 我们也是要求 要看这个公司的税表 那如果公司的税表上 有任何亏损或者是盈利 我们都需要用来充减 或者是增加这个雇主的 就是这个自雇人士的 个人收入 那我们都是会用 比较保守一点的办法 比如说两年之内呢 你的收入是在增加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个平均值 那如果是两年的收入 是递减的 那我们会用最近这一年的 也就是比较低的 那个收入来看 对 第二个问题问的是 我买一个投资房 可以使用亲属赠予的资金吗 如果是您自住的话呢 银行是会接受你的 比如说亲戚啊 或者是家人 给你的赠予款项 这样你能提供出相应的文件 通常要求的是 支票的复印件和赠予信 但如果你买的是投资房呢 赠予款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其实您是说 这是我之前借给别人的钱 现在他还给我了 那银行也会要求你提供 那你借钱给别人的 有什么文件呢 可以证明你之前 是你的钱借给别人的 是 你之前的那个 写出去的支票啊 或者是你们写的借据啊 这样一些资料 就会比较有用 那如果提供不出来的话 就会比较麻烦 好的 第三个问题问的是 我刚毕业不久 那是否也可以申请贷款买房 其实只要你拿到了 Job Offer就可以开始 这个贷款申请这一步了 Job Offer上 它至少会写明 你是在什么公司上班 你的职位 你的年薪 还有你什么时候 开始入职这样子 这些相关的信息 都可以帮助银行来 判断是否应该 批准你这个贷款 那对刚刚毕业的 一些年轻人来讲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他们只要有一个Job Offer 就可以去申请贷款了 对吗 是这样子的 可是在过户之前 至少银行会要求看你 最第一次的工资单 也就是Pay Stop 因为这个才能证明 你确确实实 是有开始在这家公司上班了 银行会要求看你的毕业证书 因为这个毕业证能证明 你是什么时候毕业了 是不是真的是 刚刚毕业的学生 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 过去一年或者两年的 W2或者是报税记录 对 所以这个三个文件 实际上来讲 还是非常有必要 要提供给银行的 虽然你不需要两年的报税单 但起码这个三个文件 你是不能缺的 对 是这样子的 是 好 非常谢谢王慧 今天做客 安家纽约 跟我们解释了贷款的 不同的种类 什么样人申请 不同的贷款的计划 非常谢谢 我想看完这期节目的观众 应该对贷款计划有所了解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您 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箱 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您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 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